除了是通行的交通 站体的设施效能以及服务 也是地方所关注 那么随随车站售票区和检票口 重新调整到了一楼大厅后 原本的检票口进出闸门 也拆除不过禁止通行 而这也使得前往西站温泉区的乘客 就必须得要绕一大圈 相当不方便 那么接获地方陈情的立委傅昆奇 派出了服务处主任 邀及台铁等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就是否开放通行与台铁 以及瑞税站达成共识 今年双方年度台铁完成 瑞税站售票区与检票口改善工程后 瑞税站大厅保持开放 购票以及进出月台动线也顺畅多了 然而当初的检票通道 台铁拆除并拉下铁门禁止通行 地方就忧心三不管地带 反倒成为了地方自然死角不说 前往西站的乘客必须得要绕一大圈 相当不方便 接获地方陈情反映的立委傅昆奇派服务处主任 与台铁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是否恢复原检票口设施 或者拉开铁门开放进出 瑞税站人力是否足以应付等等问题 台铁与地方充分讨论 意见交换也达成初步共识 时间从早上10点到6点 然后游客只出不进 我们的重点就是这样 那至于这个设备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看要怎么样去弄 让再跟站长讨论好不好 那其他衍生的问题我们就慢一点 那因为要先解决这一次的陈情案 几经讨论评估后 台铁原则上也同意支持调整进出西站的动线 而至于软硬体设施与人类的调整与改善 台铁也将进一步研引规划 希望整个站体能提供更便捷完善的服务品质与效能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